哎呦!今天我不敢看你耶 真的嗎? 也太...也太... 我也有點不敢看自己 真的嗎? 你有被自己嚇到嗎? 我...我比較...少就是這樣... 對啊! 平常我們比較低調,對不對? 沒有,我在猜大家是不是以為我... 我剛剛會穿內衣 應該說是我們單一分內衣太厲害了吧 所以麻煩這個梗汝先跟這個現場這麼多的貴賓 還有媒體跟我們先來打聲照顧囉 各位媒體大哥 大姐們 然後還有今天現場所有的貴賓 還有總經理好 我是葛如 耶!歡迎葛如 今天一定要跟大家提一下 你身上穿的是我們這個秋冬最新的款式是... 水灿水感動 有沒有覺得很感動? 有很感動 我剛剛聽總經理這樣介紹新品 我都覺得天啊,對女生真的好貼心喔 因為她是升級版 對 然後剛剛就說穿起來 我自己穿起來的感覺是會覺得很無貼 你不覺得她好像有東西幫你練著 但是其實有這樣子的效果 舒適到像是沒有穿一樣 非常的輕盈又自在 而且你今天這個感覺真的是很厲害 有嗎? 各位,因為我的時間關係 我有這個伏筆 真的 而且我覺得她很自然 重點是她很自然 對 不會有那種 就是好像... 很刻意 對 有個女生就是... 又要擠出那個性感曲線 有點太用力了 所以單紛是完全輕輕巧巧就自照出 這麼迷人的效果 這樣子會有魅力 真的很性感耶 所以剛剛提到過 穿著起來很舒適 跟她看起來一樣的迷人對不對 那再跟梗汝問一下 好,現在你跟大家 那個不是第一次的合作囉 對,這個是... 第二還第三 但是我記得我這次跟上次的款式很不一樣 怎麼說 上次的比較年輕陽光的感覺 但是我覺得今天有一種就是... 踏入女人的階段的感覺 有一種... 更踏入味的感覺對不對 嘿,所以今天我覺得 連佩戴你這樣的衣服感覺 你今天就是舉手投足 非常的有女人味耶 今天想要給大家一個滿然一心 就是有別於以往的小女生的梦梗汝感覺 小性感的梦梗汝 對不對 所以剛剛提到過 戴安芬在你心中是一個什麼樣的品牌啊 我覺得它應該是從小 當你開始需要內衣的時候 對,你就一定會知道 對,因為媽媽就會先帶你去說走 我們去帶... 對,去找慧姐 對,對 幫人護一下 我覺得每個階段你都可以在戴安芬選到... 適合你自己的內衣 真的耶 對 嗯,所以剛剛提到過 在這個不一樣的場合 然後針對不一樣的穿著 能夠在戴安芬找到一件適合你的內衣 所以等如你應該有自己有一些內衣的蛻邊風格吧 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有耶 對啊 因為小時候剛開始看到姐姐需要穿內衣的時候 我是有點羨慕的 就說我怎麼還不需要穿內衣 怎麼還變得很小 對,然後後來開始... 終於媽媽帶我去買內衣的時候 那時候你就會開始覺得 哇,我想要很多很可愛的主彎在上面 因為那時候還小朋友嘛 然後到了某一個階段的時候 你會開始覺得 欸,好像簡單 然後因為我是學跳舞的 我其實一直都蠻喜歡穿運動型的內衣 那人家戴安芬也有這個 所以我們那個時候就是 各個階段你都可以挑選到 到了現在的時候 如果平時像我在畫畫的時候 對 因為畫畫有些大舞的話 動作其實很大 你一定是以自然舒適為主 對,然後好活動 但是有時候呢 小約會或者是一些比較重要的場合 對,你就會需要 稍微像今天一樣 吹吹吹吹感動 真的讓我們看到就覺得 哇,非常非常的不一樣 整個呢 渾身上下的散發出非常性感的感覺 所以呢,剛剛有分析過 在不同的場合呢 會針對戴安芬的 不同的功能的內在美 會選擇做一個配搭的動作 對啦 不過呢,提到過 欸,你最近感覺很忙喔 小萌啦 對啊 剛剛也玩了在上海 也玩了花吃花 對,我才是 然後9月初又去參與了這個一個 藝術家的部展活動 現在還在展出中嗎? 現在還在展出 一直到10月初 對 趕快宣傳一下喔 喔好 欸,可以宣傳我的展覽是不是? 可以宣傳一下展覽 我們要跟 美麗要跟時尚跟藝術做結合 好,因為 老實說我今天其實有創作一幅畫是很難的 對 然後呢 這次的 我先宣傳一下我的展覽 我現在在靠邊走藝廊有一個 藝術家連展 然後一直從7號開幕之後 一直展到9月 9月初 喔,10月初 10月 希望大家有機會可以來看 好啊 所以剛剛提到過很重要喔 這個孟文如的身分不只是演員 是歌手之外呢 最近呢 也這個 迷上了藝術家的身分 開始在很多不同的藝術時尚圈走跳 所以剛剛也提到過 這一次因為這個戴安芬的新品 有給你一些靈感 對 你有創作 我們是不是利歐製作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啊 我們請這個工作人員幫個忙 把這個 孟等如 阿如 阿如 阿如妹 孟阿如的這個創作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欸 哇 這一幅畫 欸 感覺跟我們今天的主題很契合耶 對 因為 其實我一直在 我的畫作上面追求一個 童真的感覺 就是我希望 大家看到我的畫的時候是 回歸到 最自然 然後你 你當時有那種初衷的感覺 那這幅畫的名字其實我把它全名叫做家 他雖然其實 感覺有一個婚紗 可是他其實在做一個非常日常的舉動 他在曬衣服 對 所以我覺得 家不一定只是一個 一件婚紗 或是一個 你有一個伴侶 可是 所有的日常都是家的一部分 對 所以我覺得 像 大安分 他就是你 自己一個最 最私密 最 需要 就像一個家一樣 就是我從小 就接觸大安分 到現在 它是我一個非常熟悉的東西 所以我想把這個元素講在裡面 對 我來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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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個 真的 很舒服